男朋友失忆了 完全不记得我是谁 我提着果然去看他 可他说见我的第一眼 就觉得烦 一星期前的那场车祸 让他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 他醒来的时候 就不记得我了 我趴在他床边哭 他叫我去外面吵 我说我们俩快结婚了 他说别结了 正好 苏迟说 他的失忆 是上天给他的一次机会 让他远离我这个 他第一眼就不喜欢的女人 不必再步入爱情的坟墓 我带了你喜欢吃的橘子 苏迟 我试图活跃下气氛 他皱着没看我 我不喜欢吃橘子 我包到一半的手 尴尬地停了下来 以前都是苏迟给我包橘子 我问他喜欢什么水果 他就搂着我亲我的嘴角 燕燕喜欢什么 我就喜欢什么 苏迟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了解我呢 我想让自己笑起来 可只是做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苏连了解了 你就会喜欢有那个必要吗 他吃笑了一声 勾起的嘴角满是讽刺 是 苏迟他对外人一向绝情 苏迟的朋友也来看过他 我不大受苏迟的朋友喜欢 我和苏迟 其实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他们总说我高攀 不知道是什么诡计 才追到苏迟的 其实是苏迟追的我 他把我堵在墙角 扶下身子说 燕燕 你愿不愿意把下半辈子交给我 苏迟的发小来看他了 他俩在病房里说话 我站得有些尴尬 最后只好退出了病房 嫂子 午饭吃了吗 他发小出来的时候 带上了门 挠着头问我 我摇摇头 嫂子也得记得吃饭啊 那天你给苏哥献了400毫升吧 买点补血的 猪干啊之类的我嗡了声 我们之间又陷入了沉默 白痴灯笼丁的 倒映在墙上的影子 过了两久 他才叹了口气 嫂子 你有没有想过 苏哥要是真什么都想不起来 你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转着无名纸上的戒指 但是苏迟向我求婚时送我的 他把戒指放在了我的生日蛋糕里 差点就被我吃掉 好像又想起那个明明暗暗的夜晚 他抵着我 说他喜欢我 喜欢得快疯掉了 现在又叫我离他远点 嫂子 我没说你不好的意思 可你也知道 你和苏哥本来就不合适 爱你要不还是不可能 我站起来反驳他 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生什么气 大抵是红了眼眶 他被我吓一跳 为什么偏要缠着他不放呢 发小没什么所谓的眼眸平平白白 像是可怜 又像是看不起挣扎的我 我给苏迟熬了鱼汤送过去 你来干什么 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也会被他凶 他那双寒弹般的双眸 也会这么看着我 我给你熬了鱼鳞烟烟 是吗 他突然喊我的名字 我好久没听他喊我全名了 他总是烟烟 烟烟的叫着 挨着又粘稠又暧昧的声线 满是情欲 你要多少钱才愿意离开我 我张了张嘴 有些难以置信的望着他 别这样 苏迟 我牵了牵嘴角 想对他笑 可又笑不出来 你别生气 别到我走你说过 你喜欢我的 有些话如梗在喉 可他却只是眉头紧皱 林烟烟 我不需要你来看我 我把熬的鱼汤放在他桌上 心想 是不是我长得太有攻击性 所以才让他对我的低印象那么差 可这几天我尽量朝他笑了 我以前都没对他这么温柔过 苏迟 我熬了好久的 你趁热喝 说完就退出了病房 晃晃悠悠的过道里没什么人 我慢慢蹲下身 脑袋有点晕 陷血的时候医生其实提醒过我 我的体质不应该陷那么多血 可那时候苏迟被推进急救时 我顾及不了 脑子一团乱麻的时刻 我还能记起 他曾经对我有多好 好到连我打一个喷嚏 他都会慌忙把我塞进被子里 而这个人 现在却连眼神都不愿意给我 苏迟出院的那天 我还是去接他了 门尾敞着没有关 传来他和他发小的说话声 你出院不通知下林烟焉吗 我为什么通知他 你是以前一直跟他同居 同居有一年了吧 你现在回去 肯定也得回那个家呀 好半晌 他都没回话 哎 这怎么还有个保温盒 是你的吗 怎么这么重 咦 里面的鱼汤都馊了 我给他熬的鱼汤 他连打开都没打开过 是林烟焉给你熬的吧 你以前可喜欢他熬的鱼汤了 每次都要在我们兄弟面前夸耀一番 是吗 那我以前大概病得不轻 他嫌悟的话语我听得好清晰 太清晰了 我推开门 与房间里站着的两人对视 发小明显有些尴尬 可苏迟依旧面无表情 漆黑的眼睛不爽地盯着我看 一副你怎么来了的样子 苏迟 你感觉好点了没 我抿了抿唇 上前问他 算了 他失忆了 我怎么能跟个病人一般计较 你是不是把对别人的印象安在了我身上 随你怎么想 一摆从我手中抽走了 我在开门的时候 他一直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们以前总说苏迟性子冷 可我一点也不觉得 他总会拿高挺的鼻梁蹭我的颈窝 一遍遍地念我的名字 现在我才知道 他对不感兴趣的人 一向冷到了骨子里 苏迟 你看我们的家 你有印象没 我稀奇地望着他 他叹了口气 林烟烟 你别装了 装 我装什么呢 我们本来就没恩爱过吧 我听说 我们之前在别人面前恩爱的假象 都是你伪造出来的 我们的恩爱是我的伪造 我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望着他 你听谁说的 他垂下了眼眸 单单无视了我这句话 你别听别人瞎说 苏迟 我们以前 真的很似是门开了太久 风一股脑地惯了过来 我抖了下 从来没觉得我们家这么冷过 我已经在找房子了 这几天站住这里 我不打扰你 希望你也别打扰我 可他的话更冷 我已经很久没一个人睡过了 我怕黑 所以总喜欢在床头留一个小夜灯 以前苏迟陪我睡 我才不怕的 房间里一片漆黑 我抱着膝盖 怎么也睡不着 其实我这几天都没睡好 总在做梦 梦见的全是他丢弃不要我 可现实 好像也和梦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苏迟是突然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 也不是突然 听他说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他认识 他和他发小 在我家旁边的那家福利院里长大的 我对小时候的他没印象 可对长大的他印象很深刻 夏天高高的人俯下身子 错落的影子在他身上晃晃悠悠 他说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一所小学的音乐老师 后来我才知道 那只是为他实际上做的是打掩护的职业 他从不跟我说他真正在做什么 虽然其实我也能猜到一点 有一天我见到他 全身是伤的回来 我拉开门的时候 他几乎站不稳 衣服上全是血 血裹着叶峰和铁锈的心 到最后 却怕身上的血沾上我 我指着他 慌张到右身无主 我从没经历过这种事 想去碰那种红黑色的液体 是否是真实存在 却触到露出肉的伤口 那是我从没见过的世界 一辈子也不可能踏入的地方 我想打120 被他拽住了手腕 他有些无所谓的笑着 问我晚上吃的什么 去医院 我们去医院 阿智你再忍一会我想拉他 可怎么也拉不动 男人的重量压在我身上 我又怕碰到他的伤口 没事 燕燕 你怕我吗 那种时候他还是笑着的 你怕我满身是血吗 可我怕我现在不来见你 就再也见不了你了 我哭得撕心裂肺 后来他发小带他去了私人诊所 再后来 我才知道 他是故意满身是血的来见我的 他明白 他再怎么瞒 最后也瞒不住他干的是什么事 干脆给我打预防针呢 你隐约约地告诉我 我的男朋友 有可能不是什么好人 我想或许他本来就是个坏人 只不过曾经在我面前收起的力掌 如今张开了 我给他做了早餐 他下楼的时候 让我恍然地觉得什么都没发生 他没有失去记忆 他还爱着我 可我的苏池不会无视我 早上还是要吃点东西 见他拉他门就要走 我连忙上前拽住他的衣袖 林烟烟 他轻轻勾起嘴角 笑起来依旧风华季月 腻着光看我的时候 我好像还是能找见 曾经他温柔的影子 如若不是他满眼讥讽的话 你还真是执着 是啊 什么时候我就成这样了呢 不愿意放他走 不愿意承认他已经忘掉我的事实 心里那个小人叫嚣着 不该是这样的 不该是这样的 你说过你喜欢我 我不信 你睁开眼就会讨厌我 范白的纸截被他一个个掰开 他曾经送我的戒指 在我的指尖闪烁了下 像无人在意的尘埃 他走后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沙发上有一个玩偶 长条形的不知名生物 是我和他去游乐场的时候我抓的 花了不知道几倍的钱才抓到的 人一上头到底是这样 我摇起来没得完 他就在我旁边默默地塞游戏壁 到最后呢 抓出来的结果也不太尽人意 其实我预感到我花了很多钱 但他没告诉我具体的数目 骨节分明的手指捏了捏玩偶 嘲笑他愁死了 长 而且还占地方 后来甩在了沙发上 做某些事的时候 就被他拿来垫在我的腰下 我大概从来没了解过苏迟这个人吧 亦或者他在我面前 把真实的自己藏得太好了 苏迟对我总是毫无条件的纵容 有的时候我都能发现他太宠我 他没对我生过气 也没凶过我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我太喜欢他了 其实我爸走后 对我来说 我的世界就只有他了 有天晚上 我怎么也睡不着 发信息问他在哪里 他就给了我个KTV的地址 我承认 这种地方 我第一眼看到就生气了 几乎是立即从床上坐起 睡意全无 打车去了目的地 司机还以为我去坐小三了 有没有小三我不知道 可苏迟他就在KTV门口等我 霓虹斑斓的灯牌照亮漆黑的夜 喧嚣的歌声吵吵嚷嚷嚷 我看见他的那一秒 什么也问不出来 他上前牵我的手 说什么你还真来了 他明明就知道我会杀过来 燕燕 我猜猜你睡不着吗 我沉默地盯着他下汗那道线 想我大概是被他映着夜光 璀璨的双眸给迷住了 连明明喧嚣的漆黑也寂静起来 就是那天 他从林烟烟 感为喊我烟烟的 我想 我是忘不掉 回忆太浓重 太过深刻地画在我的心上 世间要是有什么忘记前沉的水 给我来一杯就好了 不要只给他 给我来一杯就好了 我妹给我打电话了 她是我妈和继父生的孩子 虽然我们也算有血缘 可我和她的关系 大抵是恨不得 今生都见不到对方的程度 姐 我听说你被你男朋友甩了 听筒里他气眼嚣张 跟你有关系吗 我皱着眉 没有啊 我问候问候姐姐吗 你又一个人了 是不是 没有人护着你了吧 希希 我妹从小到大都看不惯我好 只要和我有关的东西 她全要抢走 苏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大概让她吃了几次饼 她一直都记恨到现在 对了 姐姐 我还有一件事要通知你哦 我成人以下周就要举办了 不过 你大概没什么脸参加吧 我妈嫁给别的男人后 就彻底我断绝了关系 可我不懂 为什么这个同母义父的妹妹 对我的敌意就这么大 明明她从小到大住最好的别墅 上国际学校 我和我爸坐在桌前喝几饭前的时候 他们一家大概坐在旋转餐厅里想个晚餐 我18岁那年 我爸从门口的糕点店给我带了蛋糕 而他的18岁有一个豪华的成人力 我总觉得 他这通电话有些不怀好意 他以前就以我妹妹的名义约过苏迟 被苏迟皱着没拒绝了 所以后来 当我看到他下午给我发了那张照片 心还是凉了下 是一场饭局的照片 苏迟和他都在其中 他笑得乖甜 而苏迟的眼眸依旧冰冷 是今天中午的是吗 他们一起吃饭了 我知道我妹 对苏迟一直很有兴趣 可苏迟名面上是个音乐老师 他们是怎么会出现在同一场饭局里的 还有 失去记忆的苏迟 真的知道他一直在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够当吗 我给苏迟打电话的时候 发现他把我给拉黑了 那晚 他也没回来 我值得给他发小打 嫂子 怎么了 他发小到没把我拉黑 似乎有些嘈杂 他发小是个八面玲珑的人 大概是苏迟最相信的副手 苏迟把我拉黑了 诶 嫂子 你别这么难过嘛 我早就跟你说过吧 快放下 那你为什么还要喊我嫂子 是啊 为什么呢 他好像走到了空旷的地方 打火机开河的声音 倾泻而跃动 林烟烟 你知不知道 这世界上最麻烦的东西 就是感情 苏迟把你当什么了 你怎么还上赶着舔他呢 他的话有些露骨 还有些刺耳 嫂子 你想见苏迟是吗 行啊 你来 他给我报了川地址 是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坐出租车到了目的地 才懂我为什么不知道 那是一处废弃的工地 周围想起不知道 哪来的野狗的废生 今天的月亮好亮 黑色的车停在烂尾楼的门口 雪白的车灯像照着矿野 灰藤 他发小的车 苏迟逆着光站在车头 他对我笑了嘛 我看不清 灯太亮 以至于见到他的身影 眼睛就刺痛了 他对我勾了勾手指 原来 真的在笑啊 林烟烟 他喊我的名字 说不上多情声 细血的我全身含亮 你要是能爬上 这座烂尾楼的楼顶 我就回到你身边 怎么样 我怕黑 怕得要死 那栋烂尾楼没有灯 即使今天的月光那么那么的亮 可黑洞洞的楼道 像是什么怪物的身后 怕了 他俯着身 身后雪白的车灯 映在他的眼眸里 便不明晰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证明给我看啊 踏入深游的楼道时 我在想 我会不会死在里边呢 他明明就是在吸动我吧 我为什么还是往前走了呢 是不是疯了 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楼梯连扶手都没有 手机的灯光煞白 地上全是非木料 好像照见了什么窜过的黑影 我吓得握不住手机 又感觉脚腕被冰凉的人手碰过 才发现那是废弃的塑料袋 叶峰一股脑的 灌进霉风窗的楼道 往下望去的时候 空洞洞的地像是无尽的深渊 这里太安静 安静到踩在木头 或者是塑料纸上 脚步声居然能无限地放大 废弃的楼梯连栏杆也没有 我只能贴着抢走 快到楼顶的时候 月光影越来越亮 一片既白 我朝下望 果然已经看不见 那辆黑色灰藤的影子 被骗了呀 我以为 他对我的捉弄到此为止了 直到我听见有人声传来 似乎是在打电话 那人的嗓门很大 踏步走上楼梯的声音 一下一下地刺穿我的耳膜 四哥啊 我到楼顶了 没见没人啊 你不是说有给我的奖励吗 跑哪去了 似乎是太过寂静 他话筒里漫不经心地声现 我听得心颤 躲起来了吧 他可喜欢我了 肯定会上到顶楼来的 是苏迟的声音 我捂着嘴 不敢发出一点响动 嘿嘿 那我可能吓着他了 别躲了大妹子 四哥说 你今晚是我的了 脚步声有眼极尽 我拼命地控制自己 不住发抖的身体 脑袋空白一片 就在那一刻 我才明白 苏迟他讨厌我 他真的讨厌我 他不是以前那个 对着我百依百顺的苏迟了 他不是 我究竟做了什么 他要对我这样 我没忍住抖了一下 男人走了一圈 贴过我藏身的柜子 没有找到我 真的没人哎 四哥 没人 你找找柜子呢 柜子 那么小的柜子 哪塞得进去活人啊 他学过舞蹈 男人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似乎摸到了柜子的把手 我憋了口气 猛地冲出去 他猝不及防 还真被我冲倒在地 手机跌出去好远 微亮的光在地上闪烁 我跌跌撞撞地站起来就跑 他在我身后 骂骂咧咧地追我 粗笔的语言 我这辈子都没听过几次 废弃大楼里 零碎的物品很多 我没蹬 就这月光也看不清前面的路 男人很快赶上来 拉着我的衣服 猛地甩落我一巴掌 野兽一般粗犷的呼吸 响彻在整个楼道 鼻腔里有热流涌过 我才发现 我被删出鼻血了 还挺野啊 我用尽瓶声最大的力气挣扎 就突然发现他不困着我了 你跑啊 我的身后 是没有栏杆的身体 再退一步 就要摔下去了 掉在地上的手机 又被他重新捡起来 电话还接通着 听筒里出现苏池的声音 怎么了 这姑娘刚才跑 现在被我逼到绝路了 哦 电话那头的人 似乎也没什么兴趣 男人还笑着步步紧逼 我确实退无可退 手指空荡荡的 才发现 一直戴在中指的戒指挣扎中掉了 我生日那天 苏池藏在蛋糕里的钻戒 奇怪 他以前戴得那么紧 男人朝我张开了双臂 我的脚后跟已然悬空 今晚的月亮果然漂亮 父亲去世的那晚 他也这么漂亮 当失众感传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真的掉下去了 也许本来我也没想过宁死不从 也许我只是将脚后跟 多移了那么一毫米 后脑勺剧烈的闷痛 一股脑袋将我扯入了黑暗 死了没 冰凉的指节俯过我的脖子 有意识起 后脑勺的剧痛 就已经让我说不出话来 腿也动不了 没有知觉一样 光挤进眼里 才发现已经到早晨了 我睁个眼睛 看蹲在我面前的人 难不成帅傻了吗 我张了张嘴 喊他的名字 他的眼里有一片深秋 是我熟悉的光 苏迟 你为什么骗我 他扬了扬眉 我死死的盯着他 我现在的模样 大概挺恐怖的吧 从不知道哪层跌了下来 动都动不了 苏迟 你什么都没忘 对不对 他的手指还贴在我的脖梗 居然有心情 一下一下的顺着我的头发 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跟那个人 说我学过舞蹈 可这件事 我从没跟你以外的人提起过 他吃笑了一声 就凭这个 很奇怪 我居然不觉得他陌生了 那个故意冷冰冰的他才别扭 现在的他 明明看我的眼睛里 全是温柔爱意 为什么骗我 我又问了他一遍 嗯 因为他的手指轻轻地 抬了抬我的下巴 蹭掉了我嘴角伤口的灰 火辣辣的疼 我得了绝症 他目光真诚 我盯着他后方扬起的微尘看 想我的腿会不会已经摔断了 直到他的笑声 拉回了我的思绪 似乎笑也不代表 他心情有多好 什么表情 你已经不相信我了吗 大抵是 把我脸上能擦干净的地方 全擦干净了 他退后观察我 像是在看什么肮脏的东西 好吧 我骗你的 其实是我讨厌你 还能怎样呢 我本来就恨你啊 我盯着他不出声 没有他想要的效果 他轻轻扯了扯我的头发 不想问为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 他责了一声 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特意挑今天跟你摊牌的 我心里其实有答案 但我不敢把他们联系起来 是你那个出生父亲的忌日啊 你怎么可能忘 对吧 我睁大了眼 我爸 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他因为我放弃了自己的科研路 在一所初中当老师 人生的前半段 我大概就只靠他活着 他是我那段黑白的记忆里 唯一的彩色 明明自己发的工资没有多少 却依旧固执的 在每周六给我带买贵的 离谱的卤牛肉 我想要什么 他就给我买什么 从内对我发过火 邻居都说 他是骨子里有些懦弱的老好人 居然会被苏池拿畜生 这两个字来形容 我想骂回去 可一激动 连带着身体好几处都钻心的疼 他瞧我这样 挑了挑眉 手捏着我的脸颊 似乎很满意我不甘的表情 李奄奄 在意的人忘记你的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很痛苦 他的手渐渐收紧 我的腮帮被捏得酸痛 你亲爱的父亲 把他逼疯的那天 我就打算让你也尝尝这个滋味了 那大概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 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是同一所孤儿院的玩伴 他们的童年 也许有晚霞的飞燕 也许有薄云的残红 莫名其妙地对男孩哭了 就像是已经预知到 自己悲惨的未来一样 男孩被朋友拉着 他也知道他抢不回一个活生生的人 何况自己还是个 随时会被大人掀翻在地的小孩 后来他有很久没有见过他 老实说 孤儿院越来越办不下去 在后来 他和他的朋友 在某一天逃出了孤儿院 两个无处可归的小孩能跑去哪 他们在大雨里 被莫名其妙的野狗追过 在偏远的小镇 被游手好闲的小混混揍过 也被骗过钱 吃过很多苦 只是在经历这些的时候 他的心里都偷偷藏着一抹光 后来 他们终于在那个地盘混出一点名堂 他开始着手找他 因为他记得他说过 会保护他一辈子 可有的时候缘分就是那么奇怪 他派那些人大街小巷的松眉找到 可他偶然闲逛时 就遇到了 他好像没以前漂亮了 不过没关系 他依旧可以将它带回去 可他不愿意跟他走 他抹了抹自己粘灰的短袖 以为是自己太土了 可女孩只是一股脑地推开他 让他走 他不明白 但也不愿意逼迫他 只是有些不放心 就偷偷跟着他 然后 他就看见了 这辈子最难忘记的一幕 女孩走到一间偏僻的房间前 开始四脚着地 又过会 一个男人过来了 男人轻轻地摸着女孩的头发 笑着说 真怪 那个男人 就是当初把女孩买走的人 他快看吐了 冲过去一拳 就砸在男人脸上 这年纪的少年身上 总有股猛进 男人几乎被他摁在地上打 他把男人揍个半死 拉着女孩的手跑 女孩一路上都哭哭啼啼的 阿迟 我早都不干净了 我好脏 我好脏 他只能一遍一遍地安慰女孩 说没事 天塌下来有哥顶着 可是 天真的塌下来了 他们本来就年轻 根本无法跟那个男人抗衡 那段日子 他们东躲西藏 女孩到最后还是被带走了 他不顾一切去追回女孩 想冲出去和那个男人拼命 最后还是朋友把他死死拉住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总之 他和他的朋友又藏了起来 折服的日子 总是漫长而煎熬 他有的时候会偷偷地去看女孩 女孩没死 可还不如死了 他就是在这段日子 认识林烟烟的 在他眼里 林烟烟本来就该死吧 你能想象吗 那个男人很命地折磨完女孩后 转身 能对着自己的亲生女儿笑言如画 是的 那个男人是林烟烟的父亲 在女孩躺在床上妍妍一息的时候 林烟烟在干嘛 林烟烟在享受小型至极的爱意 在女孩痛不欲生地哭喊的时候 林烟烟在干嘛 林烟烟在温暖的小房间里刷着数学题 在女孩被折磨得终于崩溃的时候 林烟烟在干嘛 林烟烟考上大学 自豪而骄傲 烟烟 她的名字估计都让她怒火中烧 那么名媚的名字不配她 她大概是这么想的吧 后来她终于就走了女孩 而且她特意挑战了林烟烟生日那天 终结了林烟烟的父亲 可是她就回得女孩发疯了 不记得她是谁 见到谁都不停发抖 时不时地大声喊叫 她觉得不够 那个男人该死 可 天生混蛋的女儿林烟烟能好到哪去 她要她的女儿也受到这样的折磨 于是 在某一天 她闯入了她的世界 这大概是 我和她相遇之前的故事 原本就不存在甜甜的爱恋 原本就没有人就过我 我妹说的对 我一直都是孤身一人的 我曾经以为她们的世界离我很远 原来那么近 近到我已经一脚 跨进去了 我不知道在哪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了 光好像很强烈 特别强烈 以至于我看不清面前的东西 只能听见某人的声音 低沉 又带着道不明的温柔 像缓缓流淌的月光 怎么睡在这里 肩膀上好像被戴上外套 凉拨的烟草 还有雪松不化的香气 晃晃悠悠的一镜底底 刘海被人剥了剥 我才抬头眯起眼看她 掉下的白痴灯 让我没那么容易适应光 似是眼睛压在胳膊上许久 有些麻痛 你回来了 张了张口 可发现自己声音哑得吓人 感冒了 声音这么哑 她轻轻的扬眉瞧我 今天穿的是我上次在商场 给她挑的高领毛衣 显得她这人平白多些斯文 额头忽然被抵住 她又对放大的脸 吓了我一跳 眼睛被灯的目色 镀了层琥珀的光 我连她的睫毛都数得一清二楚 没发烧 她轻轻的说着 离我些距离 我才松了口气 我做了个噩梦 我皱着眉对她说 把她的外套拢得更紧了些 她在我的对面拆着蛋糕 我才发现她带蛋糕回家了 今天是我生日 什么梦 不记得了 那怎么知道是噩梦 苏池 你只会说 是 我只会说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表现的机会 她无奈地笑了下 一脚完美的蛋糕被裁了下来 我刚想结果 塑料刀就挑着做成 Happy Birthday字样的巧克力 就到我面前 不是喜欢吃巧克力 我就着刀尖咬下那块巧克力 可可之再加上过分甜腻的奶油 一股脑地在口腔里搅开 吃完巧克力 她依旧没有让我自己动手的意思 草莓 奶油 蛋糕 她挖下来递到我面前 我值得救着她手上的勺子吃 现在还玩情侣之间的情趣吗 我吐槽 她笑了声 就完 一晚本就没什么光 餐桌的灯用久了就不亮了 昏昏沉沉的 她好似觉得 为我吃蛋糕 是什么很惬意的事 每眼都染上了笑意 一整块蛋糕被她喂完 我觉得有些甜腻了 我好像忘了件很重要的事 什么事 她撑着下巴 拇指蹭过我的嘴角 结婚戒指 她藏在蛋糕里的 结婚戒指 我猛地站起身 连带着桌椅 发出剧烈的碰撞声 吊灯摇摇叶叶 我惊恐地向后退 可她在那不动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什么都不动了 而后破裂声响起 像是凝固的冰 一点点裂胎 呼吸不过来了 脖梗被人扣着 我剧烈地挣扎 猛地惊醒 像是要把肺给咳出来一样 死命咳嗽 狼狈地抬眼 对上她的眼睛 这次不是梦了 是现实 因为那双眼睛 一点也不温柔 只有一片血红野蛮的声弹 醒了吗 苏池的指节 还扣着我的脖子 明明在梦里 她还拿手指 温柔地擦过我的嘴角 我的发丝又几缕捶了下来 晃晃悠悠地挡住视线 勉强环视四周 依旧是惨白的墙壁 这几天 我一直睡了又醒醒了又睡 睡着时 总是会梦见和她有关的回忆 醒来时又被她掐着脖子 太难受了 你这是什么表情 她不满地皱着眉 强硬地想让我的嘴角勾起一个笑 我被她弄得有点疼 奇怪 为什么想看我笑 我不知道是太饿还是太渴 仰着头任由她摆弄 反正这几天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已经有点习惯了 她到底想对我做什么 她把我捡了回来 找医生给我缝伤口 我起先以为 她要把那个女孩所遭受的 全都让我也经历一遍 可这些天来 她只是偶尔将我 从睡梦之中叫醒而已 我也是 我好像特别喜欢睡觉了 明明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明明还有那么多事压着我 我居然睡得先里得 她很不满我这样子 我已经这么顺从了 她还总是看着我一脸力气 像是被什么猛兽的獠牙抵住 我缩得更紧了些 猜猜看 安饿死的东西 呵 不算什么好意味的吃笑 你觉得我要杀死你 会拿这么温柔的方法 针管打入了皮肤 腾了我全身的神经都震了下 是她的技术不好 还是针头特别粗 我以前打针都没有这么疼过 给我打完针 她站起身 居高零下的看着我 希望你别整天睡觉了 这么舒服 我折磨你的目的 可一点都没达到 其实睡着的时候才不舒服 脑袋浑浑噩噩的 醒也醒不过来 梦里还全是 曾经和她在一起的画面 门被带上了 我瞧着骤然被压眉的光 心想她很懂怎么压破我 我最讨厌黑 以往可以通过睡眠来逃避这些 今天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我抱着膝盖 想她到底给我打的是什么东西 电视里黑帮什么的 都会通过毒品来控制人质 往这方面想 我就有点害怕 我对黑暗的恐惧 已经到了超乎常人的程度 苏池第一次知道的时候 满脸不可思议 小朋友 睡觉还开灯 嗯 我瞪她 我就是怕黑呀 有人怕虫子 有人怕老鼠 我怕黑 不行吗 行行行 以后我就是你的灯 你走到哪 我亮到哪 好不好 所以你看 男人的嘴 就是骗人的鬼 见不到一点光的房间 就像是巨兽的口 又像是会生出 无数光怪陆离的魔鬼 我把自己缩起来 可还是觉得 周身站着什么看不见的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这次没做梦了 起来的时候异常清醒 我甚至有力气 从床上站起来了 只是没站一会 她就推门进来 她身上有不属于她这个人的 清晨和西的光 两着头看我 满脸的不理解 我已经不知道 该以怎样的目光看她了 我想逃 想求助 可我还没有办法 这间密闭的房间里 只有她打开门的时候 才露进来一点光 其实有的时候 当你又渴又饿 身上还痛时 连先求助哪一边都不知道 而且 她看起来不会帮我 她只会一脸讽刺地望着我 今天醒得很早 看样子要挺有用的 要 难道是昨天她给我打的那一针 这个疯子 我拧着唇望她 她只是轻轻扯了扯嘴角 想吃什么 我还有的选择吗 我发出第一个音的时候 她就皱起了没 你嗓子怎么回事 当然是因为很久都没喝到水 她出去了一段时间 回来的时候 拎着几个保温袋 打开是几份熟食 我不知道该不该称之为讽刺 都是我爱吃的 我沉默地摇起粥喝 她却站在不远处 抱着臂看我吃 我不用感知都知道 她的视线太强烈了 密闭的房间里 连空气都觉得不甚流动 安静到只有我吃饭点点的声响 我吃了很多很多 不知道是因为太饿 还是总觉得 这是自己最后一餐了 吃饱了 头顶有没什么感情的声线响起 随后下巴被人强硬地抬起 她的手指蹭过我的下汗 那里有几处伤口结痂了 她磨蹭了下 来 阿医生 我张了张口 发现发的音都这么难了 算了 你别说话了 然后她又把和保温袋一起 带来的一件衣服抛给我 换上如同丝绸般滑顺的布料 裁剪的工艺相当精美 我当着她的面换上衣服 她不躲 我能怎么办 我难道还有赶走她的权利吗 李群的设计 某些地方相当大胆 我第一次穿这种衣服 有些不适应 可她的目光太刺了 她掰过我的肩头 让我转过去 打开什么东西 在我背上涂抹 是遮瑕吗 李群的后背大部分镂空 她的手指滑过脊尾 高体涂上去的时候 带上一阵温凉 她又将我面上那些伤痕 全拿遮瑕涂了 退后几步 像打量什么物品一样 而后扬了扬眉 林燕燕 你懂吗 就你现在这种 吊着一口气的苍白 也有人会喜欢 什么意思 过了三四十分钟 我终于知道了 她带着我 车停在一家 灯红酒绿的夜总会之前 来来往往的豪车 无处不招视着 里边宾客身份的尊贵 手腕被她捏了捏 虽然我记得 你好像不能喝酒 但今晚就辛苦你了 工仇交错的贵宾室里 敬酒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我已经看不清了 只是知道自己 被动地灌下一瓶 又一瓶的酒夜 纷乱的脑海 举不成半分思绪 连视线都晃晃悠悠 斑斓而涌动 我以为终于出门了 我有机会求救了 可苏池把我看得严严实实 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就像看笑话一样看着我 我才知道 她为什么敢大大方方 把我带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门的 脚早已使不上力气 晚风一股脑 撩尽裸露的肌肤 我狠狠打个寒颤 腰被人勾着 远方的高楼依旧灯火通明 可夜一望无际 胃里的东西像一团火烧疗 目击所处明明繁华 却遍布疮疑 结束了吗 我问她 这样的折磨 结束了吗 还是才刚开始呢 我什么也看不清 站都站不稳 酒精大底确实不是个好东西 以至于这些天来 我积攒的所有粉痕都爆发了 我做错了什么 还是说 我生来就该替她还醉 我模模糊糊地看她的眼睛 什么也看不清 因为有泪 那路灯的光被拉得细长 明明是我深爱的人 明明是给了我救赎的人 现在 这样的苏持 为什么只让我觉得恶心 叶峰毫不顾忌地掠过人的皮肤 胸腔里的那颗心脏 疯狂地跳动 人总是会在自己 一无所有的时候出体反弹 我也是这样 我想拉着她一起到地狱去了 她也是在那时候从心底聊起的 可我推不动她 她伸手 将我拽着她领口的指节 一根根掰开了 那双黑色的眼睛 我到底忘过多少次 很奇怪 三年就像一场梦一样 像一场盛大的戏 他们都是演员 只有我是被拽着上台戏耍的观众 我不懂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这也算错吗 树影哗哗地晃动 车库里寂静无声 直到她闻我 大概是一秒 还是两秒 我恨无比熟悉的触感 也恨她知道怎么取悦我 死命地推开她 她晃荡了两下 漆黑的眼里 什么都看不清 没结束 林烟烟 我们才刚刚开始 嘶哑的嗓音 带着我怎么也变不明晰的感情 她锁住我的手 将我推进了一辆史来的白车里 很重很重的撞击感 车门关上的时候 车都震了震 我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 裸露在外的肩膀就被人握住了 陌生的触感 我下了一击灵 我们没多久不见吧 还记得我吗 小姐 下巴就被人掰过来 男人的眼眸狭长 只是她手指上戴得扳指不得我 下汗有些疼 我朝后缩了缩 我记得她 刚刚苏迟带我进过她的酒 什么意思 你叫什么名字 她问我 我背抵着门把手 瞪着她摇了摇头 苏迟这次送给我的礼物 有些不乖啊 一瞬间 我的脑海像是被猛地敲击了一下一样 我又被她卖了 事还没结束 我的地狱才刚刚开始 上次还不够 她要把那个女孩所受到的伤害 全部报应在我的身上 这是第一步才对 车在高速行驶着 窗外星红的光滑过 我这身衣服本来就不保守 她碰上我的哪里 都能引起我的一阵战力 你越挣扎 我可是会越兴奋的 不过苏迟这次送我的礼物 我很满意 她真是 越来越懂我喜好了 我抬脚踹她 她抬手扣住我的脚腕 高跟鞋就被她轻轻巧巧地退下了 粗力地触感游下至上 我的心脏怦怦地跳动着 酒精在此刻又起了不该有的作用 与此同时 全身心像是坠入了冰窖似的 我剧烈地挣扎 似乎碰到前座 车晃动了下 她的眸色瞬间变冷 手很快地掐住我的脖梗 再动一下试试 越来越收拢的五指令我呼吸困难 我的手下意识地 想要扯开她的手掌 可她纹丝不动 直到我的视线开始挪护 她才松开 我大口喘着气 氧气瞬间涌入肺部的感受不太好 我刚呕了几声 气喘吁吁地望着她 总有人喜欢自讨苦吃 是啊 总有人喜欢自讨苦吃 我有的时候总在想 都这样了 但最放弃吧 任人摆布也不是为一个挺好的结局 对于这么一个身在泥潭的我来说 说不定死了才好 我死了就解脱了 黏腻的触感又划上我的大腿 我无动于衷地望着她 像是缠着心气的手 一点点把我拉进了黑暗 我睁开一眼 似乎是猛地发力 一脚踹在了她的某个部位上 她睁大眼吃痛松开对我的稚骨 我就拼命地扒开门把手 车速并不慢 虽然司机猛地踩下刹车 我滚下去的时候 皮肤和地面亲密的接触 还是蹭起火辣辣的疼 余光看见那辆车已然停住 深夜的大街连人都没有 我直地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跑 鞋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孤零零地闪了闪 水蛙倒影出所剩无几的光 我突然觉得整个胸腔 填补了什么无能为力的情感 到底过了多久 多久呢 没有人追上来了 什么都没有 身后黑洞洞的巷口 连连至看不见的远方 好像我不怕黑了 再也不怕了 不敢回家 怕被苏池发现 之后的几天 我住进了一家还算隐蔽的宾馆里 开始整晚整晚的失眠 闭上眼睛就会跳出 各种关于苏池的场景 有些是存在的 有些是我意想 我不再爱他了 甚至连恨也变得模糊 苏池未必找不到我 我想或许 他的报复也到此为止 这样也好 就这样 苏池这名字 再也没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 他 他的发小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的生活回到正轨了吗 我不知道 我去墓地看过我爸 我还去老家的仓库翻找过 当我看见他藏在地下室 二层的一套刑具 我的心脏还是狠狠地跳动了下 海浪的潮涌 把我想问的全吞没了 我张了张口 无从问起 我以前一直以为 失去的他就是去了 往前看的人生充满希望 才知道 消失之物刻下的痕迹永远在 又丑陋又刻骨铭心 如果这就是苏池的报酬 那他大概成功了 我没那个女孩那么惨 也真真实实地体会到了 苏池他曾体会到的 孤独 愤怒 绝望或者是痛苦 这件事对我来说 唯一的好处 大概就是 我终于发现了 我跟苏池这段所谓爱情的真相吧 不会再做那个 被蒙在鼓里的小丑 后来 我又重新工作 接纳新的人 我妹依旧有事没事 来烦我一下 但从他试探的语气 我能察觉到 他也失去了苏池的联系方式 医生说 我可以试着 把那些年的事当场一个梦 既然忘不掉 就把他伪造成 从不存在从没发生的事 反正 我不可能再踏进那个地方两次 就好了 当我下班回家的路上 猛地被人记晕 那一刻的前一秒 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 又来了 我又被卷进他们的世界了 果然泥潭只要踏进一步 那你就永远也摘不干净 入眼是一片刺目的苍白 床单为什么这么这么凉呢 我不知道 就像是我的身体 再也不会散发出热量一样 门被人打开 我安静地望着 他 头疼不疼 他的嗓音太温柔了 温柔到 我都觉得不真实 我让他们把你带过来 他们有可能理解错我意思了 下手有些狠 他向我走了几步 我下意识地往后缩着 苏池 话语里挤出他支离破碎的名字 你还想怎么样 男人的眼瞳很黑 像是一望无际的深渊 他看着我时 我总感觉那片混沌的墨色 会将我一股脑通磨一样 怎么样 我没想好 男人的手轻轻扣住我的下巴 冰凉的触感 一寸一寸的亲近皮肤里 我偏过头 他笑了声 一阵悠扬的风夹着门缝落起 我紧紧地盯着他 关上门离去的背影 好像被我好不容易掩埋的记忆 重新聚合 残破的画面 又随着他的到来愈演愈烈 我跳下床 环顾四周 很简单的房间 床 爱以怎样的面目去忘他 有时候连恨意 都懒得在他的身上消磨 吃吧 他只是轻轻地说 吃不下我瞪着他 都是你爱吃的 你会吃不下 他轻扬着眉 看见你的脸 我吃不下 我也没想过 我会当着他的面 就把这句话说出来 明明他还掌握着我的命呢 明明他可以轻轻松松地掰断我的脖梗 他也愣了会 我以为他会把吃的直接收走 再不及也要饿我几顿 结果他转身 真的走出了房门外 空荡荡的房间里 饭菜的香味 一股脑往我的鼻腔里钻 是不是有点讽刺 我还记得我为他熬的鱼汤 他都放馊掉了 一次性筷子被我捏在手上 我盯着他看 犹豫了几秒 我折断了他 碎断的木须参差不齐 我狠狠地将他摁在手腕上 使劲磨蹭 可是没用 割不开 只是蹭破了皮 红起的一道道痕迹 有些吓人 门却被人猛然拉开了 我正愣地忽然被他抱住 手腕被死死捏着 男人身上的味道 像一场荒芜的硝烟 这样的姿势 不知道是抱着我 还是勒着我 我觉得骨头有点疼 张了张嘴 却不想发出声音 脑袋迟钝地转动着 想快点逃离这种怀抱 我用尽我全身的力气挣扎 但这次他死死地紧箍着我 到最后我挣扎不动了 抬眼望着敞开的门缝 放我走吧 声音好像比我想象中要嘶哑一些 放我走吧 我不想再和你纠缠了 可暗沉的嗓音 自我头顶响起 苏池的手掌轻轻撩起我的头发 温柔到激起我一阵战力 唯独这个 我不会答应你 我觉得苏池有病 我想不通他做这种事的理由 那天把我送给那个老板 我已经觉得他不会管我了 可他又偏偏把我捉回来 没有窗户的房间关上灯 黑暗一层一层地将我包裹住 我瞪大眼睛盯着天花板 可没过一会脑袋就昏昏沉沉 是我太累了 还是饭的问题吗 脑海中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思绪 眼睛所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 大概是屋外的白光 随他推门的动作露进来 我做了个很久远很久远的梦 是我和他认识刚不久 而我父亲走了的那些天 葬礼上 天却下着细细丽丽的小雨 前来哀悼的人不少 我却已经哭到再也挤不出眼泪 初冬的晚风是冷到骨子里的 夕阳的薄光静悄悄地落入山头 我麻木地感到时光的流逝 直到灵堂帘子的一脚被掀起 苏池就是这样一个 很难让人忽视他存在的人 男人穿着黑色的风衣 深刻一样的眼瞳隐隐绰绰 白茫茫拉起的雨帘 似是没有一滴落在他的身上 我正愣地看着他 那时候我和他的关系 大概还说上有多亲密 风雨后撩进木帘 父亲的遗体前 我迟钝地想着 我该对他说些什么 直到猛然落入一个怀抱 其实他的风衣很冷很冷 可我灵魂难以我平的情感 却一下子翻涌 吵起个思绪 无时无刻不拉扯着我的神经 我抓着他的衣摆 眼泪全浸在他的衣领 我明明觉得自己不再会悲伤 却就因为他的一个怀抱 所有的底线脚的支离破碎 如烟一样的影子消失得很快 我在转头 已经到了曾经的家里 那时候我和他确立了一段时间的关系 下了倾盆大雨的午后 我坐在沙发上修论文 他已在我身旁玩着手柄 雨敲击着窗帘 冷却达不到屋里 电视里的画面纷纷扰扰 我有些写不出字了 他却玩得激烈 我叹了口气 看他在打的游戏 我叹过头 被他的手轻轻巧巧的捏住下巴 动作说不上有多温柔 随手抽了个抱枕 垫在我的腰下 俯过身伦我 大雨蒙蔽了听觉 向我的别无选择 我麻木地看着这画面 在心里翻涌着狠狠地推开他的情绪 却无能为力 回忆像粘稠的泥潭 拼了命地要将我撕扯干净 早晨睁开眼 我就见到了这辈子第二不想见到的人 嫂子 别拿这种眼神看着我吗 我不是你嫂子 我试图从他发小眼里看出什么 可做不到 他甚至笑得很开心 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到苏迟 他把送出去的礼物又收回去 我正愣了一下 他晃荡了身子 你以为 你不会以为你那天能逃跑 这是你自己逃的吧 还有 在宫地里的那天 小五本来可以侵犯你 却没有做 是因为什么 因为苏迟又把车开回去了 我咧开嘴 不知道这样还能不能称之为笑 那我该感谢他 发小抄我白手 从袖口掏出匕首 抵在我的脖梗 他的语气一下就变了 上一秒还嘻嘻哈哈的人 这一秒就真像个穷凶极恶的罪犯 我可以杀了你 因为苏迟不能有弱点 我也可以不杀你 除非被苏迟囚禁在这个房间的第四天 我已经熟悉了他每天来的规律 安眠药会放在每天给我的水里 这是发小告诉我的 所以我把水偷偷倒掉了 果然那天晚上没有一点睡意 我强称地睁开眼 直到听见门打开时的喀哒声 男人的脚步有远极近 冰凉的手指贴上我的额头 到底是多久之前呢 我记得他的手指永远都是温热的 他好像站在我床边 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我听见清庭的呼吸 他身上总有经验不话般松雪的味道 像是清醒的堕落 又像伪装的很好的瘟疫 唇齿相处的那一刻我终于受不了 撇过了脸 黑暗里睁开眼就刚刚巧合他对视了 我描摸过很多次他的眼睛 眉骨 鼻梁 嘴唇 多可笑 那是我曾经心心念念的人 现在是我避之不及的噩梦 把水倒掉了 真不乖呀 他的嗓音晕进夜色里 带着股灰色不明的雅 别碰我 我狠狠地瞪着他 讨厌我了一片荒芜孤寂的黑暗里 他轻轻地开口问我 手指却有意无意地了起我的发尾 可怎么办 我不想放过你了 我发现你不在的日子里 我总是会想起你 到最后我都不知道 我是在玩弄你 还是玩弄我自己 奄奄 我可以像以前一样 对你我找见自己的声音时 不知是过了一分钟 还是两分钟 你是说我们重新开始 是我的神情太过苍白 还是话语扑进了颤抖 把钱的所有事都忘掉 不觉得太荒唐吗 面前的人似是料想到我的表情 可我受不了 缠上满身污泥的深渊 我不想看见他眼里 叫做毁过的情绪 令我恶心 别碰我 苏池 以后都别碰 我换到了有窗户的房间 别墅里我也可以自由走动 只是我走不出院子的门 因为有人看守 我曾站在院子里 分析过所处的地理位置 四面环山 是个偏僻的不能再偏僻的地方 苏池大概一周会来三次 他变得无比听我的话 那种讨好 是以前的我也不曾拥有的 我拿花瓶砸过他 飞溅的玻璃 蹭破了他的额角 他没有生气 我当着他的面 倒掉了他带来的饭菜 他只是无奈地笑笑 问我想吃什么 让阿姨给我做 我说 我想弹钢琴了 第二天一架崭新的三角钢琴 就出现在客厅里 他像是没有底线一样 甚至变得有些可怜 可怜 我好像没有资格说他 我才是最可怜的人 赶上秋光的末尾 苏池推开了别墅的门 我以着沙发睡着了 他过来抱我 被我挣扎开 怎么不去房里睡 忘了 我捡起掉下的书 头也不回地往房间里走 手腕被男人从身后攥住 我停下步子 今天是我生日 陪我过吧 好像是这样的 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好久没这么忘了他的眼睛了 像一天是人的身坛 隐隐绰绰地 有着什么我看不清的东西 可那天 我莫名发不起脾气来 生日蛋糕是他带来的 我当然也没有生日礼物可以给他 一盏灯掉在屋顶 微弱的光填补满整个屋子 林茵茵 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六年 第六年 我的喉咙莫名的苦涩 奶油甜蜜的气息 营绕在鼻腔也化不掉一样 喊他的名字 他猛然抬头看我 苏池 你还想再转过我几个六年 明明是暖光 映照在他的瞳孔里 却那么冰冷 他只是望着我望了扮上 说点蜡烛吧 于是晃晃悠悠地烛火燃起来 我想起以前陪他过的每一个生日 回忆默然撕扯着我的脑海 关于曾经满心欢喜地 为他准备生日礼物 关于亲手为他制作的每一个蛋糕 我猛然站起 火苗因为我的动作篡动着 我不陪你过了 我丢下这句话 转身不上楼梯 身后很安静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着我的背影 我只是觉得 这里的每一处都让我窒息 我不想见到他的脸 也不想回忆起两年前 三年前发生过的事情 我想 大概是的 秋天的夜太凉了 我缩起自己的身子 人不够 房门被推开时 我还紧抱着臂抖了一下 苏池蹲在我的身前 他背后漏进客厅不那么亮的光 又有些无奈地看着我 死死地瞪着他 他要是想要困住我 我根本挣扎不开 索性一口气咬在他的肩膀上 他没什么痛感似的 燕燕 没有人会欺负你了 他们今天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怪不得 他今天进门的时候 尽管神色如常 可没演出身上的若有若无的体秀味 可他不知道 他才是拿着那把刀 狠狠地插进我身体里的人吗 在这世界上 我最希望消失的人 是你才对我喉咙发紧地说出这句话 几乎咬牙切齿 他的手指插入我的发尖 也不知是不是在笑 燕燕 你要是想说伤人的话 不是能说出来吗 感觉是到了秋雨的季节 风刺骨得渗入人的骨头 像是早就回不来的那些日子 都去看自己的灵魂 原来早已满目疮痍 深秋 偏北些的城市 到了这个时候气温已然骤降 屋子里有地暖 所以我不太需要考虑冷不冷的问题 你看 说话间 电话就来了 这爱丽丝的曲子 回荡在整个客厅 明明没有喧嚣 曲子也说得上平缓 我的心跳 还是适时的如肋骨般响动着 接起电话 那头的人声音急促 燕燕 书房里有个密道 推开书架第二排 从左属第三本书 立马是你的生日 从那里跑出去 有多远跑多远 不要说认识我 先躲一段时间 伺使我沉默太久 她呼吸平缓了些 甚至 有些小心翼翼 喂 我现在很安全 我慢慢的找见自己的声音 可听筒笔太喧嚣了 嘈杂的噪声 刺激着我的耳骨 我下意识的捏紧话筒 很安全吗 她似乎完全停下来了 连喘息声都收敛了许多 可我听见枪声了 还有旁人跑动的声音 你在哪 她问我 在你的别墅 你身边有谁警察 大概是一场 纷纷扰扰的沉默 她呼的笑了声 算了 你没事就好 七天之前 警察就已经知道了我的动向 背叛我的除了黄厉 还有你对吗 啊 不过你从来就没站在我这边过 也不算是背叛吧 其实 从车里摔下的那天 我大晚上就冲进最近的警察局 与无伦次的跟值班的警察描述过 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可我却再也找不到苏池 漫无边际的黑夜 他就像是消散的雾气 无影无踪 我没有证据指控苏池这人 别说是指控 连找到他都难 他就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所有停留的地方 都没有任何和他相关的痕迹 直到那天他的发小找到我 说要自首 我利用他 顺利掌握了苏池的线索 然后被他找到 警察通过我这条线索 加上苏池发小的指证 顺利找上他 他发小说 苏池已经走不远了 为了一个女人 还是仇人的女儿 三番五次动情的人 早晚要翻附进阴水沟里 我还不如进监狱类 将功补过 说不定能完死几年 这是他的原话 其实我的身边已经坐满了警察 都希望我能通过这通电话 逃出点苏池的话来 苏池 你在哪 我问他 他轻笑了声 轻声细语的 背景音很大 我听不太清 警察在身旁 拿着仪器检测他的位置 你说什么 我说 奄奄 让他们别费心思找了 晚了 还有一段斑驳的光景 嘈杂的声响 将万物拉得细长 好像没人跑动 也没人举起枪来 世界在某一刻无比安静 话筒里 人生头一次那么清晰 今晚不陪你回家吃饭了 他其实跟我说过 很多很多遍这样的话 以前 因为他总是工作很忙 晚上回不了家 我还是在某一刻正愣了一下 然后轰然响起的爆炸声涌入耳膜 耳中嗡铃着 我有好久听不见一点声音 像物资波动的弦 停不下来一样 我迷茫地望着面前人的那些面孔 或许破碎 或许仓皇 直到感觉有液体滑过下汗 我才知道 是我的耳朵流血了 我有那么一段无比安静的时间去回响 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 他推开房间的门 秋雨滑过他的衣巾 晚风裹鞋进长衣礼 他喊我的名字 就像是曾经念过 很多遍一样 晚安